每年5、6月份是南韓各大學校舉辦校慶的季節 其中邀請10項有名的歌手團體來表演 可以說是學生最期待的活動之一 日前南韓大征大學公開慶典表演的藝人名單 第一天有Syee和OSD女王Punch 第二天則有在YouTube節目爆紅的歌手Minoi 以及饒舌歌手Kid Millie 而剛出到一年的新人女團Signature 也被列在名單上 沒想到卻引起部分學生不滿 覺得Signature的知名度產出其他藝人 認為學生會根本是在浪費他們腳的會費 隨著反彈聲音越來越大 大陣大學學生會也趕緊出面發出聲明 表示邀請女團Signature表演 純粹只是他們公司的宣傳活動 並沒有另外支付他們演出相關費用 強大學生會很重視學生們的意見 保證絕對會善用學生們所繳的會費 因此在有限的預算內 邀請不收演出費用的女團 等於變相證實Signature是無仇演出 消息一出也讓不少人替他們心疼 不僅無仇表演還被嫌不夠紅意外引發討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謝謝 謝謝